十九位慈祭慈祀 聖祖之公 浩浩荡荡来到兰皮尼第四里玛瑙拉村 在空地上铺上一大片塑料帐篷 挂上佛教旗帜和慈祭横幅 一个简单的道场就准备好了 职工曾经在这里搬过爱撒 送出了94个竹筒 这一天就是村民竹筒回娘家的日子 看着只有寥寥无几的村民出席 职工用扩音器呼吁大家携带自己的竹筒 听到广播后 村民纷纷赶来 由于巷道窄小 职工排成一列队伍 唱着欢迎歌迎接每一位村民的到来 唱过国歌 职工向大家分享 刺激在兰皮尼帮助村民的故事 也讲述在西部地震灾区 原建检疫教室的行动 以及竹筒岁月的由来和精神 希望大家保持这个良好习惯 用小签行大善 让心灵更富足 手于演绎和墨具表演 让大家看得入神 相信在场的村民 善念都被启发 大家依序把竹筒交给职工 在领取新的竹筒 继续累积爱心 我们都不是想有好习气 村民的爱心不落人后 58个竹筒回娘家 让善的暖流在玛瑙拉村汇聚了起来 期待大家一起来供善 爱心就能汇流成河 大爱新闻阿玛凯时 明博尔报道